抑鬱症其实现在来说都是一个都市病 无论你是做什么工种、年纪、性别 其实都很多时候会有抑鬱症 有些人就会选择去看医生吃药 但是在我眼中 抑鬱症要用药物来治疗 其实是最后的一个阶段 我们自己也有一些方法去改善它 甚至乎是医治好这件事的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林定康师傅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 如何在风水上解决抑鬱症的问题 第一个处理方法就是 我们在风水方面一定要做好设计 方法很简单 第一我们不应该有一些吊柜 或者组合柜等等的东西 跟自己的距离是太过压迫的 在风水上面一个压迫的衣柜 或者一个压迫的吊柜 其实就算是一座山来的 山馆人丁水馆材 屋外的山固然是一个考虑 第二个考虑就是屋里面的柜 柜就是一个山 逢是那个山跟自己太近 我们就讲为煞气太大 所以不要以为家里做很多柜 或者做一个很大的吊柜 挂在墙上面对自己无影响 你越是多这些柜门 多这些大的货柜 就只是会令到自己 有一种没办法逃出生天的感觉 经常都会有一种 好像风雨欲来 准备一些东西要塌下来的感觉 就很容易会令到人患有抑郁症的 近这几十年 香港的楼都越起越小 在一些风水间价方面 也都明显是见到它有一些问题的 譬如我们说一些不正型的屋 或者一些很小的纳米楼 其实很容易会导致人有抑郁症 那不有抑郁症 也很容易会有一些 用来叫优弊恐惧症的问题 住久了就会容易有一个 心理上的疾病的 所以在风水上第一个大忌 就是要避免在自己的屋里面 做太多过头的吊柜 或者做太多过头的组合柜 因为这样只会令到你的抑郁症变得严重而已 解决方法很简单就是把柜子调低一点 最少你要看到天花板 我们说买组合柜也好 2米2高的楼底 那个组合柜买米8就好了 最多都只可以买米9 最少要有一尺位 是用来做一个空间 那你住下去就不会有情绪病 就算本身有情绪病的话 都会快点好 第二个解决抑郁症的风水 就在自己的家里的梳化上 就放一些比较大过一些 还有颜色要比较鲜艳的抑郁症 那怎样为之鲜艳呢 红色、黄色、橙色、绿色 这些就叫做鲜艳的了 不需要理你自己本身的五行 五行的东西我们是那棵墙 或者家里的窗帘去决定 那梳化的抑郁症颜色是没有影响你的五行 不过它会影响你的情绪 特别是在风水上面 梳化我们经常坐下 就自然会拿一个鲜艳来揽住 那我们需要揽一些不同颜色的东西 在抑郁症或者情绪病方面 那个放松的程度也会增加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梳化上面 就要放一些彩色的鲜艳 而这些鲜艳是什么形状的呢 不是放正方形的鲜艳 而是放一些圆形的鲜艳 圆形的东西是会令到人家有放松的 特别我们在风水上面 起觉的东西其实都是代表着一些杀气 令到一个人做事的时候有时会不太顺利 另外就是一些正方形的东西 是会令到那个屋主在做事方面 感觉到有很多规范 很多规条去压迫他 那如果你是想放松一些的话 就会有一些圆形 甚至不规则形状的鲜艳 放在梳化那里 都会有助抑郁症的病情改善 或者会令到你本身有的情绪病 所带来的影响是会减到最低的 所以千万不要看少你家的梳化 如果你能够做好这个鲜艳上的小设计 的确可以改善到一间屋 是这方面的风水的 第三个方法去解决这个情绪病 或者抑郁症的 就是家里的灯光问题 灯光我们一般来说就建议用黄光的 很简单的 你看看你打着一个打火机 它出来的火是什么色的 它是黄色的不是白色的 白色的光我们来说是一个过强的光 会容易造成光煞的 多数的情绪病、抑郁症、焦雷症 都是因为煞气而起的 所以在灯光方面 我们要用一些比较柔和的灯 就是黄色的光 加上黄色的光是属火的 白色的光其实属水的 一个黄色属火的光才适合它的五行 所以家居方面 灯其实应该要用黄色的光 就没有的 只要令到家居看下去够光就OK的了 但是要记住 有特别可能有些听众 他们本身自己那个 可能年纪大 有老花 看东西不清楚 就经常都会用过度强的光 作为家里主要的灯 那家里的灯其实应该要有两组 一组工作用的灯 那组用白色都无所谓 但是当你去休息的时候 就要转为用一个黄色的灯光 反而是有助你自己的情绪的 那在这个灯的配合方面 一组白光一组黄光 也是一个阴阳的光 所以可以令到一个人在情绪方面 健康方面 甚至财运方面都会变得比较好的 所以家里的灯光 其实是最重要的风水之一 那你在家里如果有人情绪比较低落 就尽量安排一些较为柔和的黄光 怕做事不方便的话就装多一组白色的灯光 那到时候那间屋就可以住得很舒服的了 那第四个在家居风水方面 可以改善抑骨症的摆设呢 就是要注意帆桌的形状 那一般我们香港家庭用的帆桌 都是正方形啊 长方形等等的 那些人觉得可能容易收藏 容易放在一边都不会太过牙定的 那其实就算用摺桌也好 都是建议用圆形的餐桌的 因为圆形的餐桌在风水上面是代表着圆满 亦都是代表着一个团团圆圆的意思的 那我们讲有其形就必有其器 所以当那个餐桌我们希望一家人和气团结 甚至乎如果有人是有情绪病 他是有抑郁症的话 希望他能够感受到大家的和合 大家的融合的话 就建议用一张圆形的饭桌 加上因为一张正方形的饭桌 其实最少他都有四只角的 你叫了一只就有六只的 那我们一个餐桌如果是四只角的话 我们排的时候呢 就造成有一部分的人 是会被人排擠了远了的 那吃饭的时候也变得过分规矩啦 比较紧张啦 谈慎啦 好像开会那样 那所以当我们在用饭桌方面 去改善这个家庭关系 或者改善情绪病的话 建议用一个圆形的桌 是可以帮助改善这个抑郁症的情况啦 和这个情绪病的问题的 好那去到第五个方法啦 就是去解决这个情绪病和抑郁症啦 这个就是灯的形状啦 很多人家的灯都是奇形怪状的 甚至乎连灯罩都没有的 这个是不可以用的 特别是灯罩 如果是没有灯罩 有个灯弹地掉下来的那些 那些是最差的 长期都好像有把剑 插在房子的正中间 所以灯罩的形状是非常讲究 一般来说都是以选择无角 同时间不会说跌得太低的灯 简单说就是吊灯 吊灯我们用的一定要是圆形 跟我们凡团一样是圆形 同时间它的灯罩一定要是柔和的 越低的灯就要越暗 越高的灯就要越光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家居风水设计好 特别是要令到一些有情绪病 或者抑郁症的人 它有改善病情的话 灯罩的形状也是要去注意的 一些好像风扇形的 一些有角的 或者一些叫做正方形菱形 或者不规则那些星星 或者很多的菱形搭一起出来的 那些都不好的 其次就是灯罩上所用的物料 物料方面建议是用木的 木就会生火 反而你会令到家人感觉到和暖 在病情方面 不论你是情绪病 或是肉体上的毛病也好 都能够快些是好回的 但是现在可能有些新派 就会喜欢用一些金属灯 或者会有一些好像 倒了一层铁上去 倒了一层金上去的那种灯罩 就会比较差一点点 因为这里会存在住一个火 黑金的情况 所以如果那一层灯 它可以用木造就用木造 如果这个木造的灯可以是圆形 或者一些不起角的形状 那都可以选用的 抑鬱症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问题 很多时候都是由环境所造成 我们看到香港过去几年 抑鬱症的人就越来越多 特别在过去这三年疫情期间 大家都没得去旅行 多了时间困在家里 这个抑鬱症或者情绪病的问题 其实是有增无减的 所以如果你身边是有抑鬱症的朋友 希望你们都多些去陪伴他 不要嫌弃他 可以的话就帮他做一些小小的改动 而如果刚刚看的这条片 你是有抑鬱症的话 我也希望你能够坚强 慢慢慢慢放松个人 你一样可以过到好的生活 今集完太早就去到这里 看完这条片 记得like、subscribe和share给你的朋友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多谢大家